今天要來vlog一下 那今天vlog的主題呢 就是我來擔任一日補給員的工作啦 因為前陣子有去挑戰北高的過程 然後很感謝我的隊友們幫我補給 但今天他們有需要 所以特別我前來幫他們擔任補給車的工作 還有攝影師的部分 所以今天這支影片就會記錄一下 我在邊幫他們做補給車邊攝影的過程 他們應該快來了 先拍一下 超快的 他有拍到幾張 好上車出發 我們在這邊等待他們到來 那個彎我覺得蠻漂亮的 所以拍起來更好看 這樣好像那個 行差 抓人家車速有沒有 就會躲在這個車上 然後一個大炮這樣上行 測試槍 通過 go go 前往下一站 這邊看起來蠻漂亮的 而且 來這邊洗車其實蠻舒服的 好可惡 我今天竟然是當補給車 超涼的這個天氣越來越高 然後現在在台七線上 他們的目標第一站就是騎到 八零大橋 好地上車 我們在這個點呢 我覺得是很帥的 來不及拍 可惡他們太快了 本來想說剛這個轉彎是一個很帥可以拍他們壓車的畫面 結果他們也太快了吧 來不及拍人就過了 我們現在在路邊等他們 因為這邊拍過去 蠻像在武林那種欄杆 然後後面都是陡峭山壁的感覺 好期待 去清淨一地訓練 這邊的感覺就跟清淨很像 整路幾乎沒有商店 然後一直在山路繞來繞去 這邊騎車真的很舒服 重點是超涼的 因為都曬不太到太陽 現在才7點42 超棒 我們距離 吊橋還有大約13公里 13公里的路程然後 開車23分鐘 實際的那張補給車才發現真的是 在車上的人蠻無聊的 很想睡覺又要一直開車的感覺 可惡 沒有拍到我想拍的畫面 太可惜了 繼續上去 80大橋 超漂亮的 粉色的 而且這邊超級多 就是重機騎士愛好者 你們現在騎幾公里啊 40幾而已喔 40幾而已喔 我以為騎很遠了耶 47而已 我想說已經50公里了 可是這一段真的蠻美的 所以我在開車 累嗎 這一段 其實還好 是不是一直上上下下 而且早上我們來的時候蠻涼的 對 早上真的是蠻涼的 現在太熱了 現在已經是太陽出來了 我們在10公里就會到40 然後 到40喔 4站路喔 對 40 60.8就會到線界 就是我們那個 我們這邊算是 桃園線 對桃園跟那個 宜蘭的交界 對桃園跟宜蘭交界 還有幾公里啊 150公里 對 桃園 遲交時間 OK終於拍了一段路 剛剛那個80吊橋啊 真的拍起來很壯闊很漂亮耶 照片 長這樣 超美 這個 上下樓空 然後可以這樣拍出來那種感覺 真的是 而且它的彩繪又是 整體是粉色 所以出現出來真的是很漂亮 它們目前 大約還有 150公里左右 然後整條北橫 其實我應該是第一次來這個路線 我覺得 很美耶 它就是比較 真的是蠻古的故鄉 有點像是我們去清津那種 你走一走 然後會有個 這個部落下一個部落這種感覺 然後整條路 看起來雖然是產業道路 但是 它還是會有個小聚落 小聚落 然後就會有個一些當地特產啊 不管是特色美食或什麼 就會覺得 哇 好多 好漂亮 很想吃的東西 這樣 尤其是它水利 繼續 GO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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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是55公里 這條路也有車友在騎車 超讚的 而且是跟他爸一起 超酷的 我在這邊等他們過來 等一下幫他們拍個照 大自然的聲音 這裡就是 其實現在在桃園復興鄉的 北橫公路上 我自己覺得這邊的路跟我們去清津 移地訓練的路線超像 就是很舒服 整路沒什麼車 然後一直在這種 山裡面跑來跑去 但這邊比較可惜的是 比較不適合跑步訓練 因為這邊 坡度來講太陡了 然後對於跑步來講 它的負擔有點太強 不然這邊好漂亮 等他們來 我現在打算在這個彎 拍他們 從那邊 這樣過來的畫面 期待期待 我把車停在這裡 這裡看起來超美的 因為 他們來了 先等一下 還沒啊 為了拍這個 你說的背景 你們今天要請進場 結果講一講他們就來了 我還記得要玩這裡 這裡我剛剛停在這裡超漂亮的事 上面這裡就是一條小溪耶 而且這裡呢 這裡的小溪超乾淨的 這邊海拔帶已經是一千兩百多了 好棒喔 好喜歡這種山裡的感覺 平時山莊 才66公里喔 感覺踩好久 可是你們爬一千八真的是很多耶 已經半座五年了 幹我就爛啊 那你下次會想挑戰嗎 OK啊 OK啊 但有沒有聽到現在就爬一千八了 對啊 難怪雙北要爬三千多 對啊 所以代表等一下 高手 你如果北宜還要一千的話 等一下下去都停 台77 777三連線的時候 聽說會有大事發生 目前 12點37分 已經騎了一百公里 現在溫度36度 剛才有兩位 還繼續台車就好了喔 是不是這樣喔 要喔 剩一百囉 真的是太熱了 而且我們從 4點5點就起來 然後到現在 真的是熱雲 他們繼續出發了 超強 現在是正中午 他們已經要過來了 超熱 兩個這麼熱然後正中午就在那邊互開 現在才110公里 還有90耶 加油 現在已經38度了 目前 時間來到下午的1點半 然後 他們的距離大約已經到了120多公里 目前我們人在宜蘭 然後 接下來的路段 就從剛剛的台7線接到台9 然後一路走北 回到台北 真的蠻有挑戰的 還好今天我只是 受邀來當補給車 如果今天是我騎的話 我覺得這真的是 有點難度太高了 對我來講這個強度 爬升 總爬升大概3000多 真的是有點硬啊 而且3000多的過程 是包含 200公里的距離 超可怕 現在溫度 37度 里程124 最後的 這樣是幾公里啊 75公里 很熱 真的超熱要補一下防晒 38度 他們到底正在最後一段路 75公里 然後從北宜上去新店下來 大約就結束了 大概還有兩段上或兩段下坡 期待他們 快結束了 我也快下班了 最後一段北宜高速公路 不是北宜高速公路 就是北宜公路台9線 最後70公里 上車 北宜的這段彎彎曲曲上來 北宜的這段彎彎曲曲上來 42公里 來到了 這是新北跟宜蘭交界處 往這邊就是頭城 往這邊就是往新店方向 然後我們是在北宜上面 超恐怖耶 我第一次上來吧 北宜整路都是重機耶 然後都騎超快 超可怕 我們在山頂等他們拍個美照 我現在這邊遇到觀眾耶 你剛剛爬玩什麼山 南湖南東八八山 超強的 阿你上去天氣好嗎 這兩天 這禮拜都不錯 有看到大景嗎 有有有 哇塞 太棒了 酷 撞到苦辣 幹嘛那我車沒事 便把壞掉而已 根本沒有了 變不了現在 根本沒有在care的事情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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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care的事情 這可是新車耶 人壞掉慢慢好 他車壞掉的心很痛 真的真的 你要水嗎 現在雨真的超大的耶 我們剛剛在那個交界 新北跟宜蘭交界後 開始下滑 然後剛剛Henry蠻可惜的 就是剛剛好像撞到坑洞 所以有跌倒 還好傷口不是說非常大 但這段下滑啊 對他們來講算休息 但是因為下雨其實也是一個考驗 雖然下雨可以讓他們稍微降溫比較舒服一點 但其實說真的 現在地板都一直在冒煙 就是因為剛剛地板很燙 然後突然下雨 那個熱氣整個增上來 然後又遇到下坡路段 其實真的算有點危險性 希望他們都平安沒事的下滑 然後待會就剩最後一車上坡跟下坡 就快解鎖了 底層大概只剩下40公里左右 太棒了 也已經進行到現在已經9個多小時了 真的很強 北橫真的是 雙北 真的是太厲害了 希望我有朝一日 好不好也可以 不是擔任補給車 而是擔任下去騎的人 我們現在在坪林 坪林小七 坪林小七是跟庫宮小七一樣知名 這邊是重機不是腳踏車 我們剩下30公里嗎 差不多 最後一段 30公里 最後一個上坡加下坡就要結束了 太感動了 最後一段了 我第一次 騎中北騎到這邊 天然是亮的 很開心 教練我想下班 快點 騎快點 Henry已經有點可能沒力了 然後他又有甩車 所以腳盆不太舒服 剛剛那個 阿甘就在後面推他 因為這一段是最後4公里的上坡 接下來就下滑到平地了 所以他們只要撐過這一段到海倫咖啡 基本上 雙北就算快挑戰成功了 目前他們已經剩下最後的20幾公里了 也是最後一段的上坡 4公里到接下來就會下滑 他們來了 他們來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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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在海倫咖啡店 我好像只有來過一次 他們終於到了 快到了快到了 上坡路段結束 好 漂亮 漂亮啦 漂亮啦 這個波不好看 不用照片 開訪一下他為什麼正在哭 現在在哭嗎 沒有沒有沒有 眼睛一下也沒有 流汗流比較多 來 太感動了吧 終於騎完了 漂亮啦 漂亮啦 這幕就要感謝後面的阿甘了 說說在咖啡騎路線 為什麼會讓你拖 不能哭不能哭 他眼線已經掉出來了 好可愛 沒關係我點藥水 你可以再把它帶回去 178公里 最後22k 22k 22k即將回到新店 開心 狀況滿檔的阿甘教練 輕鬆的感覺 到海倫 西中北 還沒天黑 今天車燈都沒用到 快天黑了 5點11了 海拔已經爬升了3000公尺 這下一次如果要換我騎 真的是非常有挑戰 希望 不知道不知道什麼都會這一天來 希望如果換成我的話 我可以順利挑戰成功 這次是我們終點 Henry的大爆卡 201公里 教練怎麼樣 不錯阿 爽嗎 超累 我今天早上是從5點跟起來 早上現在已經6點 好啦今天 今天就這樣結束了 你看人家要收電了 我們騎回來剛好趕收電 那今天雙本影片 這邊結束囉 我是Henry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